亚太报道 政府不仅强迫当地教堂挂五星红旗 还要将习近平的画像取代圣母画像 云南楚雄当地政府抢拆清真寺的举动 引发穆斯林民众的抗争 涉嫌间谍案的中国创新投资总裁向心和妻子 被台北地监署约谈 台湾的民进党计划在年底前 力图通过反渗透法 以抗衡来自大陆的红色势力入侵 中国警察进入泰国抓捕中国的政治难民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一名17岁美国女孩阿奇兹 在她上传美国版抖音的化妆短视频中 夹带了关注新疆维吾尔人遭关押的信息 她的账号随即被封 直到阿奇兹把消息曝光后 才在27号恢复 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郑冲生的报道 本视频里阿奇兹拿着粉红色的睫毛夹说着 要如何才能使睫毛变得更长更卷翘 但隔没多久 这位穆斯林女孩话题一转 呼吁观众要关注新疆的穆斯林信息 就是这一段中国在新疆设置集中营 关押穆斯林的指控 让她的TikTok账号被封号一个月 而这个视频10月26号开始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热传 到了11月27号 阿奇兹在个人推特上指出 她的TikTok账号已经恢复使用 查询她的账号 还能看见她那一则夹带 关注新疆人权的短视频 截至发稿为止 已经突破了50万人转发 TikTok抖音的海外版 非常受到美国年轻世代欢迎 包括美国知名歌手 艾利安娜·格兰德也是活跃用户 然而就在美国政界 从国会到外资审议委员会 都对这个中国企业 专为海外市场打造的 社交媒体平台心存怀疑之际 美国使用者谈论 新疆再教育营的视频 究竟是不是遭到TikTok的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审查 而一度下架 美国的人权组织 申源维吾尔人运动创办人阿巴斯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一点都不怀疑 中国官方会对中资企业 在海外长臂管辖 中国试图影响全世界 中国不只伸长手臂 到海外的中国人 甚至还企图影响 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 阿巴斯说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不会使用微信 或是TikTok的原因 TikTok在美国年轻世代的影响力 可能已经可以 与社交媒体巨头脸书一针高下 美国陆军甚至利用TikTok 发布征兵广告 美国国会表达安全关切后 美国陆军部长迈卡锡 21号表示 美军已经开始 对TikTok进行安全评估 陆军发言人22日则证实 已经指示陆军学员 不得着军装使用TikTok 洛杉矶的独立学者 吴作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政府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因为连美国苹果公司 要在中国做生意 都得把中国的手机用户资料库 放在中国 更何况是有中国协同的公司 而关键还不只是内容审查 最让人担忧的是 用户的个人资料被搜集 截至发稿 TikTok并未回复记者查询 而针对阿奇兹的个案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告诉纽约时报 是因为阿奇兹之前发布一段 包括恐怖组织首领 奥萨玛·本拉登图像的视频 违反了TikTok 针对恐怖主义内容的政策 TikTok10月时的书面声明则指出 TikTok美国用户的数据 完全储存在美国国内 并且在新加坡备份 数据中心完全位于中国以外的地区 不会受到中国法律约束 声明当时还说 在内容审查上 TikTok没有移除任何 中国相关的敏感内容 也从未被中国政府要求移除 还表示 如果即便被要求 也不会那么做 不过 英国《卫报》9月时 曾揭露TikTok内部文件显示 TikTok有审查内容指引 包括天安门 藏独及法轮功 都是关键的敏感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中国各地对宗教的打压 没有停止的迹象 江西省政府强迫教堂 挂五星红旗 教堂内的圣母画像 也要求被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的像取代 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政治口号及标语 正在进一步干预宗教信仰 海外宗教网寒冬报道 江西省吉安市信徒 今年筹集100多万元人民币 建成了一座教堂 并且提名万有真元天主堂 然而教堂建成不久 便遭到当地政府一连串的打压 该报道披露 今年9月下旬 在当地政府的命令下 该教堂信徒被迫图掉 万有真元天主堂几个字 政府人员还在教堂门口挂起国旗 挂上跟党走感恩党听党话的标语 最令信徒无法接受的是 政府人员强行把教堂内的 圣母圣子画像移除 将习近平画像悬挂在教堂镇中 两边都是中共的宣传标语 而身像则被丢弃在黑暗的角落里 几天后 政府人员又没收教堂钥匙 将教堂所有门窗都锁上 信徒失去了聚会场所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江西省伯央县 一地下天主教聚会点的身像 十字架 信主对联 全被政府人员清除 并贴上习近平毛泽东的画像 政府人员还威胁聚会点负责人称 如果再做礼拜 就把该聚会点老年信徒的退休金取消 此前的5月 该宪另一天主教聚会点 被当地政府以不加入爱国教会 就是邪教为由取缔 该聚会点信徒表示 宁愿自己在家念经 也不加入爱国会 9月 该省釜州市临川驱属爱国会管辖的圣诺社大教堂 为迎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视察 教堂摆放了许多宣传中共政策的标语牌匾 教堂如同政府的宣传机构 山西长治教区一位生姓神父 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证实 他们的教堂门口也竖起了五星红旗 他说 江西景德镇以基督徒李强对本台说 信徒们对政府要求在教堂外树立五星红旗 感到不满 但不敢发声 河南省元阳县元兴办事处西街基督教堂 是一座号资约三千万元人民币建成的教堂 自被拆除教堂牌匾后 已被断电停水打九个月 近期又被政府人员接管 该教会一理性基督徒对记者说 2019年2月21号把我们教堂的十字架给拆了 把我们的门给封闭了 并且当天立了国旗 前两天呢给我们消息的就是说要强拆我们的教堂 我们的教堂有合法的手续 有官方所承认的这个宗教活动场所证 但现在呢 他们想要我们这块地皮 所以呢 这几天呢 我们教会的同工也正在努力着 上周一 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向西街基督教堂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指该教堂财务长期管理混乱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博 财务会计报告立案调查 还说该教会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58条等 该教会主任牧师李军才 今年初被捕 并被控以销毁会计凭证等多项罪名 该案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据称被告人李军才将被判以重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上个星期在云南楚雄 当地政府抢拆清真寺的举动 受到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抵抗 详情请听特约记者尔加燕的报道 2019年11月20日 存在了近80年的云南省楚雄市城区清真寺 早上6点30分迎来了大量政府城管和不明身份者的包围 其间有部分人员将全部在礼拜殿内的穆斯林 强行拖拽到清真寺院内 短短几分钟 在清真寺周围出现了近千名公安城管皇位 医护以及若干川迷彩服不明身份人员 在政府和楚雄市城区清真寺还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之前 准备对清真寺强行拆除 一位接受本台采访的马西亚红说 早上我们那个党部都要下来的时候 据他介绍穆斯林在司法局接受政府安排调解的同时 陈广和一些不明身份人员把全部清真寺里的物品搬出 他说在近一个小时不断的冲击戒严防线中 最终有35名穆斯林冲进清真寺 跑到了清真寺教学楼楼顶 当时发现清真寺围墙和厨房及厕所已经被拆除 就剩下礼拜殿和教学楼 他们从早上10点在楼顶死守直到下午6点 期间政府和拆迁公司派人劝说他们离开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只要他们敢强拆 我们就从楼顶往下跳 没有其他办法 最后他说 楚勋今年在征创全国文明城市 据说当天有中央巡视组进入楚勋 由于这个原因 在下午7点左右 他们收到一份盖友拆迁公司印章的通知 说拆迁暂停 随后陈广和政府其他人员陆续离开 一位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拆是要拆了 但是没有达成共识 在此次详拆过程中 有多人被政府人员打伤 其中一位年仅80岁的受伤老人 送往医院急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尔加燕报道 卷入中国间谍案已云的 中国创新投资行政总裁 向新和妻子龚青 27日被台北地监署二度约谈 向前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向新夫妇在26日清晨 因为违反台湾国安法发展组织罪 涉嫌重大御令皆限制出境出海 根据台媒联合报报道 向新夫妇27日二度被传唤后 一个小时又45分钟被请回 警调专讯重点包括 向新夫妇来台的动机 在台公司组织状况 来台会见哪些人士 还有王立强到底是否为他们的雇员等情节 此外向新夫妇公称 曾在两三年前来台投资房地产 当时斥资新台币上亿元购买两户 位处台北市信义区金华地段的豪宅 这一次又传出 此行两人在领口再度购置豪宅 声称是打算退休后来住 综合媒体报道 向新夫妇是在21日持香港护照 以观光签证入境 报道指向新夫妇在应讯中强调 两人来台多次寻求投资机会 龚卿并称 这一次来台目的是进行医美检检 但检调发现两人来台次数频繁 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台 向新这一次来台时间 曾与5到6名台湾商界人士见面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 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向新夫妻来台湾不是只有这一次 而是每个月都来 既然人已经被扣留 代表身上的文件手机都被扣留 该好好清查他们在过去一年 见了谁达成什么交易 不是说怎么踏一点跑掉 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肯定已经全程被监控了 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 其实就是只要去查 向新的这两家香港公司 过去跟台湾有哪些 这个商业上的来往 跟财务上的来往 一笔一笔的去查 我相信可以查出一些端倪 根据王立强接受媒体访问的内容 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无所不在 其中已经被澳洲政府禁止入境的中国富商 黄项默其实不是要角 也要对他的上司向新汇报 王立强称 黄项默几年前曾带澳洲商人和政治人物 去中国广州建向新 潜伏澳洲的真正要角 以一家能源相关企业做掩护 主导中国间谍在澳洲的活动 向新似乎对能源科技相关产业心趣浓厚 台大资工系教授蓝阳地热电厂发起人高成岩受访透露 他曾在2017年5月以及7月与向新见过两次面 向新还有意拿出5亿港币要投资他的地热电厂 不过向新可能对炒土地的意愿更高 第三次约访时向新爽约跑到花莲去看地 他要资金进来会不会碰到困难 那资金进来就是讲说他是香港人 所以他的资金算港资不算陆资 所以这样就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 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提问时指出 事实很清楚骗子变间谍 这是反中势力炮制的荒诞不禁漏洞百出的剧本 而民进党当局和诈骗犯绑在一起 大肆进行政治操作 其意图是制作所谓大陆介入台湾地区选举的假象 谋取不正当的选举私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向澳大利亚政府投诚的中国间谍王立强 已经在中港台和澳大利亚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政府称王立强是一名已经被判刑的诈骗犯 所持的证件都是伪造的 请听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王立强 向法庭陈述你的出生日期 民族 出生地 文化程度 职业和住址 环球时报网站公布的这段2016年的 2分34秒庭审录像 被称为王立强的被告人 大部分时间背对镜头 中央社报道说 这段录像中法官 书记官 检察官 法警和律师都有出现 而被告人唯一的正面特写却画面模糊 虽然样貌与在澳大利亚投诚的王立强有几分相像 但真实性仍带辨认 该段录像明显经过大幅剪辑 内容主要为被告基本资料确认 以及法官宣判和被告人最后陈述 被告人最后诈骗罪成立 法官判处他一年三个月徒刑 缓刑一年半 并罚款一万元人民币 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李鸿宽认为 这段录像可信度并不高 这个录像过去都有正脸的特写 这个录像就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可信度 因为背影很容易伪造 而且声音的质量也很差 法官的声音非常清晰 非常红亮 很正常 上周末 澳大利亚媒体公布王立强的采访 透露了他在香港为一家名为中国新创投资的企业工作 而该企业实际为中国军方情报机构 过去几年 王立强负责了一些在香港和台湾进行渗透的工作 主要是通过收买社交媒体影响当地的舆论以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 另外 他也透露曾参与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李波的绑架工作 报道在港台和澳大利亚甚至西方世界都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政府立即否认王立强的指控 并反控王立强是一个诈骗犯 甚至出示了相关的判决文书 美国的评论人士恒河表示 有关的判决书在中国政府声明之前无法查到 这个王立强事情出来第一天我就讲了 下一步中共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他的信用给毁掉 然后就要编出很多故事来 福建的这个审判来说的话 有人查过了从三种不同的途径可以查中国的法院记录的 在中共公布这个之前法院没有任何记录 因为现在法院是上网的 所有的案例都要上网的 所以他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去查 都没查到 台湾媒体报道说 台湾桃园市议员王浩宇证实 王立强案被正式报道之前 澳大利亚媒体曾经找过他核实情况 并透露这位叛逃的间谍 真实姓名并非叫做王立强 王立强只是一个化名 不过到目前为止 所有采访过王立强的媒体 以及澳大利亚反情报机关都没有证实这一消息 李洪宽认为 王立强所说的中国新创公司 应该确实是中国军情机关设立的企业 而王立强也确实为他们工作 但他本人可能并非正式的谍报人员 这个间谍你可以打个引号 就是让他做一些间谍的事 未必有编制 他对于细节非常清楚 他肯定是知道这个东西 恒河则表示 谍报工作中决策和执行 通常并非一个部门 王立强很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传信人而已 他也认为 王立强所揭露的事实部分 经过澳大利亚方面的核实 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而由于中国新创公司老板向心和拱心 目前都被台湾方面拘留调查 相信日后会有更多的内幕被揭露出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澳洲媒体揭露的王立强共谍案 在台湾引发了关注中国介入选举的风暴 也再次唤醒台湾面对的 严重红色势力的入侵威胁 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王立强自曝共谍案 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 而50多天后即将大选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公布 反渗透法草案 29号要在立法院会中要求禁副二毒 目标在今年底这一届立委任期结束之前 完成立法 反渗透法草案只有12条条文 其中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 委托或是资助 捐赠政治现金或是影响选举 罢免公投的行为 违反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并科相当于113万的人民币以下的罚金 也不得以强暴 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法 扰乱社会秩序或是妨害合法举行集会游行 违反者可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进党团以反渗透法草案取代日前曾经提出过 却引发争议的中共代理人法修法 内容不再采取登记制而是直接规范行为 对此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郭正亮表示原来的中共代理人法造成很多的台商学界团体 担心他们的交流对象是中国国有企业 或是背后有党国色彩的学界团体就会因此触法 民进党团因此改推反渗透法限缩述违法行为到 直接介入选举影响社会安宁秩序的对象 不会引起过度扩散而影响两岸交流的问题 有党内同志质疑民进党是否打假球 因为距离立法院修会只剩不到一个月 郭正亮强调绝不可能 郭正亮提到就与涉入王立强案的向心夫妇为例 如果已经确定是间谍那既有的法律就够了 问题就是很多人你没有办法断念说他是间谍 他可能是处于灰色地带 比如说他可能只是得到一些帮助资助 或者得到一些委托 可是你不能够说他是受雇于北京政府成为间谍 对于民进党准备以多数席次 尝试推动民进党版的反渗透法 在野政党表示不满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明宗27号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质疑 选举的操作 国民党不支持反对 到时候有个大帽子 一个大红帽扣给国民党 而就民进党版的实质内容 曾明宗也存有疑虑 曾明宗还说 行政院应该要提出相对的版本 不要不经过委员会系部的讨论就禁副二读 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27号表示 古拉斯说 如果在审法案的过程中 有行政院的官员受邀背询 就会在立法院表达行政院的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浪潮 引发市民对政府的零信任 一连串示威者被失踪 被自杀的传闻甚嚣沉上 本台曾经就坊间流传的 失踪者名单追查 也访问过关注事件的人权组织 都发现官方公布的资讯太少 透明度太低 公众无法查证事件 而导致传言四起 请听本台记者郑瑞瑶 秦晓妍和高峰的报道 香港自今年6月爆发反修例运动以来 几乎每天网上都有传言 涉及大量年轻示威者 怀疑被失踪 也有死亡案件中的年轻死者遭网民怀疑是被自杀 认为多起事件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甚至把矛头指向警方和中国大陆公安 本台记者浏览过联灯讨论区 脸书和电报通讯程式 发现有大量关于香港失败者疑似被失踪 被消失的群组讨论和留言 其中一个由网民开设 名为失踪人事关注组的电报群组 里头由一批网民从多方收集及核实整理的资料 表示从今年6月到11月的期间 最少有15名参与反送中运动人士下落不明 另有至少46名男女失踪 他们的共通点是年轻和反修例的立场 但未能确定是否真正参与过这场运动 不过对于警方越来越严重的烂布情况 不少网民相信 即使这些人士没有参与示威 也有可能被捕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 今年8月前往深圳出差的时候 被大陆公安拘押获释后 日前接受外媒访问 他透露自己在大陆被关押期间 不仅遭到酷刑对待 更声称亲眼目睹一群香港人被审讯 并报称从国安人员处明确得知 有一批批的香港失踪者被捕后 遭送到大陆关押 使有关怀疑被失踪的事件 更显得扑朔迷离 本台翻查香港警务处网站的 呼吁寻找失踪人士公告 发现警方过去半年曾发出实则寻人公告 其中五名失踪人士是年轻人 年龄从15到35岁 并没有提及是否与反送中运动有关 但不少网民对这些年轻失踪者 多联想到与被送中被消失撤上关系 而室友凑巧 上星期一网上流传一段影片 显示十多名穿黑衣的人士 被大批防暴警察押送到港铁路轨范围 疑似登上一列港铁东铁线列车 据了解拍片的人是在和文田爱民村对开 拍摄到有关片段 而该趟东铁线列车其后开往北面 随即引起网民的质疑 该批黑衣人是否里大抗争者 并忧虑他们会否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当天在警方记者会上承认曾经征用港铁 但他表示当时有大约20人 企图经红看站路轨逃出里大 警方从旺角东站赶往红看站制止 而列车是唯一能够运载他们的交通运输工具 因此警方由港铁协助运走该批被捕人士 江永祥又声称 列车只开到就近的港铁站 再由警方转送被捕人士到附近的京畜 意图粉碎坊间怀疑送中传闻 本台采访过90后前线抗争者奥伟 对事件有何看法 他说公众目前可以查证的途径很少 加上政府的公信力极低 被失踪或者被送中的穿烟已经深入民心 造成人人自危的效果 阿伟表示他最忧虑的是 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屏障越来越薄弱 除了从铜锣湾书店事件和郑文杰事件 可以看到香港境内都不是安全的地方 中国公安机关随时来香港抓人 另一方面 他对香港政府不信任 就算他们被消失 香港政府也无力协助他们做任何事 因为制造被自杀或者被失踪是由香港政府去进行 大家根本没有权利或者办法制衡如此强大的机器 对付香港市民 而且某程度上是制造恐惧 让大家害怕发生这些事情 阿伟认为 假如这些香港抗争者真的被送中 相信是政府制造白色恐怖 使其他说服者不敢再走上前线 以减少抗争人士的数量和缓和抗争的程度 他说 政府和警方的公信力极低 尤其每次解释都往往意图掩饰 无疑加深了和市民之间的借地 使市民不再相信官方 一直关注反修理运动和警报问题的民权观察成员 王浩贤向本台表示 他们非常关注网上的被失踪传闻 因为有关指控相当严重 但他们目前没有实质的证据追查和判断 假如证实警方利用铁路 把香港失败者运送到大陆 会严重破坏一国两制 以及对香港人的法律和人权保障 王浩贤表示 他们暂时没有足够的资料去判断 是否有些人被失踪 他们所理解的是 有些人返回中国大陆过关的时候 会被大陆公安截查 然后被扣留数十个小时进行查问和盘问 他们也有留意网上的很多指控 对于离奇的尸体发现 警方往往以没有可疑的方式处理 如果要进一步推论 是否有些被消失或者被杀人灭口的事件 他们真的需要有多些资讯才能做出判断 国际特资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也向本台表示 该组织的总部和不同地区的分会 也收到很多类似失踪消息的爆料电邮 希望他们跟见 但潘家伟表示 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多 难以判断和辩证真伪 无奈只能继续关注事件 潘家伟认为 目前最关键的是 不论中国政府或特区政府都不会 就这些传闻公开更多资讯 更不会展开独立调查 纯粹单方面的否认 又以警察自己查自己的方式处理事件 是公信力成疑 他也看不到港府设法保障港人的安全 加上香港受中国大陆严重影响的因素下 的确不能排除相关传闻的可能性 潘家伟表示 目前没有办法从多方求证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要交代相关的指控 其实要有独立调查才行 现在这种状况 恐怕会让大家质疑掌握公权力的机构 譬如警方或者香港政府部门 到底有没有可能提供足够的讯息 让大家做出判断 很让人担心 因为现在的状况 绝对不是以前所理解的制衡公权力 仅仅只有警方提供自己调查 自己的资料是没有任何公信力的 潘家伟表示 香港的问题必须委托向联合国人权专家的人 进行独立调查 但目前香港的状况与新疆问题越来越相似 资讯流通性低 审讯变得隐蔽 使他担心被捕人士遭受不人道对待 网上传闻言之早早 本台记者曾尝试以网上流传的失踪者名单 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但要查证并非易事 首先被捕的人数太多 他们的身份背景资料真假难辨 而且无法确定 他们是否涉及抗争运动已经被捕 还是说已经处于法庭应讯阶段 仍然在积压当中 也有可能是或是已经离开香港 存在太多的可能性 关键是官方没有公布更多资讯 严重影响求证 记者也尝试把失踪者名单 对照反送中运动被起诉人士的资料 但方间流出的聆讯名单也不齐全 在有先的资讯下 未能完成对照验证 根据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 向本台提供的数字 从6月9日到11月21日 警方在各区示威活动中 共拘捕5,856人 年龄从11岁到83岁 涉及的罪名包括参与暴动 非法集结、伤人以及协警等等 当中923人已经被起诉 而被捕的人士当中 有332人年龄在16岁以下 并有2327人是学生 如果这些被捕人士一直在香港境内 他们会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呢 除了过去 警方在记者会上略为提及被捕人士 会被羁押在部分警署 以及曾经使用新武林扣留中心 警方没有向本台进一步提供 被捕的人曾被关押的地点 本台曾就示威者被送中的传闻 向香港保安局查询 有没有收到有港人被关押在大陆的相关通报 相关人士的家属 有没有向警察求助 但到结稿为止 仍然没有回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郑日瑶 秦晓妍 高峰 香港报道 去年深圳生物学者贺建奎宣布完成世界首例 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震惊了世界 一年后 在信息封锁的情况下 贺建奎的下落 以及这项备受争议的试验的相关消息 外界都不得而知 请听本台记者韩杰 整理报道 自贺建奎今年1月 被媒体拍到出现在深圳某公寓阳台后 外界便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连带着那些基因编辑婴儿的命运 依然沉迷 美联社27日的报道提到 由于贺建奎所处的公寓有人员看守 不少人猜测贺建奎遭到了软禁 贺建奎聘请的媒体关系联络人 费雷尔曾表示 他的工资已经由贺建奎的妻子代为支付 报道认为 这或许意味着贺建奎本人 无法亲自处理这些事物 贺建奎原本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 他2018年在香港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宣布 曾为7对夫妇的胚胎进行基因编辑 其中一对基因经过修改 具有天然抵抗艾滋病能力的双胞胎婴儿已在中国诞生 消息传出后 中国官方立即对贺建奎进行了查处 同时没收了其余的基因编辑胚胎和贺建奎的实验记录 至于本应该在今年夏天出生的第三名基因编辑婴儿 外界也不了解其任何情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杰华盛顿整理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日前发表声明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 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判断和决定 就此旅美法学家陈干远指出 这意味着全国人大要对香港释法 而任意的释法将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 进而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 请听特别记者CK的报道 自香港九七回归以来 中国全国人大已经五次就香港基本法释法 其中只有两次是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 五次释法每一次都在香港引起极大争议 法学家陈干远对本台表示 如果这次中国全国人大再次释法 否定香港高等法院对禁止蒙面法的裁决 那么香港的司法独立就进一步被中共摧毁 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陈干远说 人大法公委他居然指责香港的最高法院的 做出来的关于反蒙面法的判决 众手周知香港基本法的第八条 明确地规定了香港的法院是有司法审查权的 反蒙面法这个判立本身就是一个行政诉讼的案例 是香港的司法机构吗 对香港特区政府所做的规范性的行为 进行的一个司法审查 完全是符合他管辖的权限 这个案子还在审理的过程中间 但是中国人大一些官员居然迫不及待地 供应指责这个案子的审理 这种说法说明了中共的上层领导人 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十分的仇恨 他们就是千万不及地要取消香港的司法独立 陈干远指出 除了人大港澳办 近来中国的法律界对香港的司法独立 也做出文革式的举动 一些法律所谓的教授 修者 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形式 咒骂香港法官 说他们是立场站在暴民的身上 说是什么他们是支持暴乱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香港的法律界引起极大的愤改 法学家陈干远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 是中国行政法学会的创建者之一 并担任首任副会长 陈干远指出 司法独立是香港一国两制最后的防线 香港从6月起爆发的港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争 实质上是港人捍卫司法独立 与中共进行的抗争 陈干远说 香港这个乱源是什么 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共的领导人 他想把香港的原先的法律体系 司法独立的制度取消掉 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香港人民通过一系列 中共的破坏司法独立的这种行为 认识到了中共对他们自身的人权的 这个侵犯是不能接受的 逼得他们无路可走 是中共自己造成的这么一个危惧 陈干远指出 香港百年的法制不容破坏 他警告中国全国人大 打消对香港最高法院判决禁止蒙面法 进行试法的企图 不然就会激起港人更激烈的抗争 香港将永无宁日 陈干远说 一个行政案件在进行诉讼的过程 还没有到中省法院 你就不顾一切地对这个审判人混加干涉 现在中国的法学界 甚至有的狂妄的批判三权分离 并且提出来要第二次回归 如果他们这样一意孤行 就肯定是要把香港搞垮 那么搞垮了香港 他们自己也要进入了磨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CK旧金山报道 六四天网义工 滞留泰国的联合国难民刑建 本周一晚间在曼谷的住所 被中国的公安跨国追捕 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滞留泰国的中国难民柳学红 本周二傍晚对本台披露 河南异议人士刑建 周一在其住所遭到12名泰国和中国警察 联合抓捕 他说刑建被捕时 在电话中告诉他警察破门而入 泰国警察和中国警察在泰国曼谷被抓走 今天已经开了停了 泰国警方以他长期滞留为名 但是中国警方出示了 那个刑建的拘留证 说是抓捕令 实际上是个拘留证 柳学红还说 他在第一时间向当地一教会求助 在教会同工陪同下 将刑建被抓的过程 通报给了联合国驻泰国难民公署 柳学红表示 十多名警察在刑建的住所逗留近两个小时 其后他在刑建的住所见到冰箱被移位 床垫被掀翻 抽屉被拉出 全屋一片狼藉 他不知警察收查何物 2015年刑建从河南西县持中国护照到曼谷 向联合国难民公署申请难民身份 一年夏天获得联合国难民证 刑建的父亲刑王力是河南维权人士 2016年8月26日 刑王力被以刑讯滋事罪判刑4年6个月 次日他在看守所险些死亡 本台记者事后得知 刑王力是在睡觉时 被其他犯人用盾气殴打至昏迷 已经获得荷兰政府庇护的中国苏州中学教师 盘露一直关注中国难民状况 他对本台说 刑建先生本次被抓 是因为他在网上接入了江苏连水县公安局的洗钱腐败的一个情况 他先前受到对方的要挟 如果你不删帖的话 我们会派人去泰国抓你 所以前天就实现了这次跨国抓捕 中国警方跨国抓人已有先例 2015年10月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敏海 在泰国巴提亚一住所被中国编译人员绑架回国 11月 以取得联合国难民身份的中国维权人士江野飞和董广平 被秘密遣返中国 2016年1月南都网深圳法治频道编辑李星 在泰国失踪后被证实被绑架到河南家乡 比行建早到泰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湖北难民刘学鸿说 他和丈夫至今未获得第三国收留 他说中国难民时常受到中方人士跟踪或骚扰 当地很多人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另有制台难民说 最近几年各国政府都不愿接收中国难民 如果想去第三国必须要有担保人做经济担保 确保中国难民到该国后能自食其力 但谁愿意给中国难民做担保 中国国内人更不敢出面担保 潘露说不少国家的政府担心接受中国难民后 受到中方的报复 至于联合国难民为什么得不到第三国的安置 我指的是中国大陆难民 中国大陆的异见人士 肯定跟中东的南京黄有关 这些腐化是目前中国给全世界 整个21世纪的文明体系的另外一次冲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独立媒体人黄雪勤被广州当局扣查的事件又有新的发展 消息人士透露 他正被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这就意味着未来半年他不能够与律师接触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黄雪勤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已超过40天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 中国研究员潘娇为引述黄雪勤的好友表示 黄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他促请当局尽快交代黄雪勤的下落 他现在究竟人在哪里 什么时候能够见律师 我们也是在透过认识他家人的朋友 了解到他最新的状况 也担心是不是会透过压力让他认罪或是 就至少也让他没办法再发声 我们现在是非常担心他个人的安全 作为调查记者 黄雪勤长期关注性别平权 贪负弱势社群等议题 也曾发文分享参与香港反修理大游行的经历 他上月失联后引起很多揣测 潘娇为表示 从黄雪勤受到监视居住这一点看来 他被扣查与关注香港社运 有直接关系 报道关于香港的反送中 或是关于逃犯条例的一些 一些细微游行的一些状况 这个没办法能够说成是构成任何 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方面的罪名 或者是行刑之事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觉得是非常惊讶 为什么也可以被抓 只能说是中国政府 有可能是用他的个案来去警告 其他的公民记者 也不要再去写 关于香港这个逃犯条例上关的 世卫游行的活动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组总干事陈岳担心 黄雪勤的人身安全会无法得到保障 警察在刑事居住期间 他可以利用监事居住来去拘留一个依法 可以长达六个月 而在这个时间 没有人可以知道他是在监禁在哪里 警察对他有什么样的对待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很多时候就是警察是不容许他的家人 或是辩护律师申请见面 所以在这个期间很有可能会受到哭刑 陈岳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定义十分含糊 不排除当局会乱扣帽子 早在今年8月 黄雪勤已遭广州当局限制出境 当时外界已估计这和他发表香港社运文章有关 他原本打算9月到香港大学攻读法律硕士 却因为被广州警方没收证件而无法入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中国大陆国家办发言人27号 在例行的记者会上重申对台26条措施中的体育会台政策 并预计明年出台具体的办法 台湾朝野立委认为 中国大陆以给台湾体育人员发展机会的名义 实则是进行统战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日前出台所谓会台26条措施 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 大陆国台办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指出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正在修法 预计明年出出炉 符合资格的台湾运动员、教练和裁判等体育从业人员 未来可以在大陆持证上岗 国台办新任发言人朱凤莲提及 已经有4名的台湾足球运动员、7名篮球运动员 作为中国相关俱乐部的成员参加比赛 还有45名的台湾乒乓球运动员 加盟了15支大陆的俱乐部 并注册参加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各级比赛 目前也有39名的台湾学生在北京的体育大学就读 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统战 那可以参加比赛代表哪一国 代表他们国家 所以这个又是会台政策那种持续效应 那看起来好像是提供给我们 台湾优秀运动员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事实上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让台湾的优秀的运动员到那边去发展 那等于是也会削弱了我们整体的国家体育发展的战力 黄国书认为台湾政府应该要强化相关的政策 将优秀的国手留在台湾 在野的国民党立法委员简东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运动员是否到大陆发展要看个人的意愿 但是大陆的竞争激烈没得比要出头很难 所谓的会台不一定能够利多 即使大陆的那个运动也更多 他们应该是不缺我们台湾的这些运动教练 所以我想那这个可能有他的目的吧 在台湾的在亚洲亚运以上的这些 得名的决策的运动选手 当转教练都很容易 台湾前行政院体育委员会主委 也是前台北势力体育学院校长杨忠和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中国大陆只是一时以统战笼络 扰乱台湾年轻运动选手 杨忠和还指出台湾的选手 他可以到日本可以到美国去发展 不要说只是限定在某一个国家来做一个发展 这个是台湾一直走的基本的一个政策 杨忠和认为 中国大陆之所以将统战的手 伸向台湾体育界 是去年独派推动以台湾队取代中华台北队 参加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失败的后遗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香港警方在封锁理工大学校园10天后 宣布将在本周进入校园 香港电台11月27号引述 邮监警区指挥官何润胜表示 警方的安全小组及刑事侦扎人员 将连同校方代表定于星期四早上 进入理大校园现场取证 香港富豪李嘉诚11月27号再次就香港局势发声 强调所谓的一国两制 其实具有多项选项 李嘉诚当天书面回复路透社独家质询 一国两制需要双方做出有形的承诺 并且需要制度创新而非一项合同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11月27号发表声明 批评国际足联将2021年 世界杯俱乐部赛主办权授予中国 违背了其自身制定的 有关各申办方应该遵守的 基本的人权准则 超过150名西藏宗教领袖 参与的第14届西藏宗教大会27号通过决议 明确达赖喇嘛具有唯一的 转世继任者的决定权 并且藏族人民拒绝接受任何 由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指定的人选 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就中方巨额 贿赂巴拿马前总统巴雷拉 以换取建交的消息作出公开回应 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针对西班牙媒体披露 巴拿马前总统胡安卡洛斯 巴雷拉收取中国高达 1.43亿美元的秘密巨款 以换取巴拿马对台断交 从而转向中国的消息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外交部已经掌握相关的情形 将继续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这次大家的报道伙子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